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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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陳柏勳 大家好,我是陳柏勳 大家知道全職是什麼意思嗎? 半職是什麼意思嗎? 那我柏勳 就跟各位觀眾說 半職,全職什麼意思吧? 那半職呢 就叫做 一半工作,一半做實況 就是 五十五十啊 五十做實況,五十做 其他工作 那這種的就叫做 半職 那也叫做半職實況主 那半職實況主的話 要舉例誰呢? 就是我 我就是半職的 因為我又要上班學生 又有間實況主 所以呢就叫做半職實況主 那全職是什麼意思呢? 全職就是 一心只 做一件事,一份工作 例如阿航 只專攻於實況 例如阿航 就是有在 FB開實況嘛 然後又開YouTube開實況 那這樣的話呢 叫做全職實況主 什麼是半全職呢? 例如阿宥卡其達 以及鑽鑽 他有在Twitch 以及YouTube 還有又是當學生嘛 這樣呢 也就叫做 半全職 所以呢,半全職實況主 就是 像阿宥跟鑽鑽啦 那 影片都就到這裡結束喔 喜歡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以及留言 那 也感謝大家 那 還有不知道的資訊呢 也可以私訊我 那 還有 資深的前輩們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幫我補充 那 那 也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在下一部的影片見囉 大家 掰掰